这个有没有同学解出来啊 不用下课直接解出来没有 有没有 一定有啊 谁 看很多人都很认真地在做 真的 坦快告诉我答案 告诉我结果 告诉我结果 你对此敢拉我进去吗 没有成绩 你别创选 我来信我 你别创选 好 谢谢你 在这个工作均衡的时候 我们曾经 考虑过几个可能性的状况 就是说 我们以前过就想过 Q弹是怎样 水 是有三大变化的 水的三大变化知道吗 嗯 知道 知道吗 水的三大变化是假设 水 从冰 零度C的冰 零度C的冰 变成零度C的水 诶 你会想到零度C的冰变零度C的水 需要热量吗 他从本来每个人都牵牙手的冰 变得可以自由移动的水 他需要热量吗 热 蛤 需要热量吗 这时候很特别的情况下 他的温度不会上升 当你把这块冰块 加热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冰块会少 他是零度C 但他只是化成水 他只化成水 但是他没有 他的温度不会上升 他就会加零度 可是我持续的给这个量啊 后来发现 这叫做融化热 所有的物体 在经过这个融化的过程当中 他应该 这叫做相变化 相变化 相变化 他从固态变成液态 这叫做相变化 这个变好酷 好来 你要写清楚一点吧 因为人家写很多笔块 有点小懒做 就这样子写 相变化 变化的过程当中 需要吸到热 他需要得到热 所以呢 他会把热先转换成 再处理他从固态变液态过程 我们用的叫做这样的融化热 同样的 水 从100度C的水 变100度C的水增气 也是不是像变化 是不是像变化 吸引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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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液态变成 气态 他本来是还跟他黏在一起 还跟旁边套 对 要变冷才会越亮 要突然变超冷变出去 他会凝结 他需要变冷 他需要凝结 他得到更多能量 飞出去的时候 诶 赵洞先生 我们要讨论什么 凝结 我在讨论像变化 对对对 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 呃 跑去 跑去站起来 跑去站起来 你要想办法 好 液态变成 100度C的液态水 变成100度C的气态 这个是下电 他同样会需要得到很多热 这个热叫做什么热 叫做气化热 这叫做融化热或融解热 对有人讲说 反正他是从固态变地 他需要吸涉 吸涉在来 这不是液化热吗 固态变地是液化热也可以 因为他从固态变地液化热也可以 好 OK的 这都有人说 好 那我们来想一下 水的液化热是多少 零 零就不需要热 零就直接从固态变地液探 他需要等下涉量 水的液化热多少 课本怎么写 课本怎么写 不知道 课本没有写 好好好 课本没有写 How are you 怎么是你 这边有啊 你看第一课本的148页 你们都没在看书 课本很好写 因为你觉得有书 书在厂劫区 书那边应该有吧 为什么我放在柜子的数位居然不见呢 我还 因为他好全大家讲这句话 乖乖 有每件事情就好了 正常来讲 一个物体 我如果他 能量的时候呢 我随着时间 我随着时间增加 我的温度应该会越来越高 对不对 不能增加 这样的温度 温度会一直增加 会一直上升 可是呢 我会发现 当 零度C的时候 他不会上升一段时间 他有段时间不会上升 他会维持一个温度 然后他开始上升 H01 怎么样 我本身火炮 火 不一定的火 不一定的温度 不一定的火 不一定的温度 到了100度C之后呢 他会维持一段时间 他会继续上升 那你会看到 这段时间 水在干嘛 水这边可能是 -10度C 到这边是0度C 到这边是100度C 再往上去温度更高 这边在干嘛 为什么他温度会改变 为什么 这个绿色的部分 为什么温度不会改变 我们刚解释过 在干嘛 在改变形态 在改变形态 非常好 在改变形态 他就从固态开始溶解 变液态 到了100度C之后 他从液态开始溶解 开始气化 开始变成水蒸气 所以在过程当中 他所提供的能量 都跑去改变它的形态 这叫做液化热能 或是溶解热 这边叫做气化热 为什么气化需要比较多的时间 因为气化它需要能量更高 它需要时间比较长 它需要加量比较长 气化需要能量 气化的能量 它需要比较高 你要想这个简单释法 就是说 它本来移动 它只是一个小小的震动 因为在固态年代 是大家手牵手的 或是简单释法 我也会震动 对不对 那我们必须得到能量 才会打破这个见解 打破这个 这个 这么见解 这么见解 这个 刚刚有人只是 或者是不小心警告他们 那个 那个 攀岁 攀岁 好 就是结晶 分子跟分子间 多余气的力量打断而已 它不需要太多冷汤 再一点的热量 热量够了之后 它就开始可以自有移动 可是你从自有移动到 背部去变气体 是要变成可以在空间中到处乱跑 这个气体它需要更大的热量 它需要更大的热量 所以它时间 这时间比较长 它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来 让它进行气化 让它一点的时间 它就可以融化了 OK 这时间都代表了 代表什么 这时间代表什么 这时间的长短代表什么 这个它有变态 时间长短代表什么 原料的消耗 变化时间 一个是变化时间 另外一个是得到能量很多管 时间越长 是代表能量越多 因为我用同一把火 用同样的加热的条件 同一把火在生它 所以我这火烧一个小时 整个火烧一分钟 是不是能量不一样多 所以有没有火 我会想到火 有 搞不然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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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那个火很小 你说哪一种 我可以讲 火 我看要是长 你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你所得到可能 只有两分钟而已 那我看比较多少 我到这边需要十分钟 我得到能量是不一样多 我得到能量不一样多 我得到能量不一样多 OK 好 那 人结 我们在学习单的第十三页 的第十七集 有一个是 有一个说法 我跟女朋友是用这个十几秒 我把热水放到瓶子里面去 然后我把它关起来 可是隔了一个晚上 隔了一个晚上之后 我才会想到把它打开的时候 搬很紧 打不开 有没有那种情形 有没有 为什么 不知道 哎 看到那种瓶子没有错 但是像那种瓶子比较好开 像你口越大 口越大瓶子越难开 有像焖烧锅 如果你从热的到冷的时候 你要把它打开 我说水就不是满的 应该就比较好 什么 水就不是满的 水是满的时候好一点 但是通常不会中热 你怎么中热都会有空气啊 我知道 因为空气不见了 空气为什么不见了 我觉得它不见了就不见了 对 讲得很好 空气为什么不见 空气密度 我说它没有人不见了 你说它不见就不见了 嗯 为什么 因为我是死人魔术的时候 为什么空气不见了 因为水都会这么降低了 然后咧 所以它缩起来了 所以它缩起来了 你能抽水跟空 那你要说空气也冷 空气就冷 简单来讲 丙员讲的 有点对 但我们要先思考 为什么空气不见了 我们装热水的时候 热水一直在产生蒸气 因为热水能量很高 所以它表面上会很多空气 一直变成水蒸气 这水蒸气自然会把空气给干走 所以里面有比较多的水蒸气 比较少的空气 可是我们把盖子盖起来之后呢 它隔壁锅很少 温度降低了 温度降低 原来的水蒸气就变成什么 水 就变水了 空气只有一点点而已 所以这里面会几乎是蒸空 那蒸空什么意思 外面有一大气压的压子 里面几乎是蒸空 盖子都很紧 就打不开了 会突进发生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种状况是这样 就像刚刚演讲的 你不要装太多水 不要装 不要流太多水 才装多一点水 或者是 当它污度很高的时候 就要盖满 有点空气 让空气可以跑回进去 好 那另外一个请求 你可以再做个尝试 交易 一杯水 我打了一杯热水 我如果很盖盖子 很盖盖子 哪个比较容易冷掉 不盖盖 盖盖子不要容易冷掉 盖盖子 为什么 盖盖子不要容易冷掉 为什么 我知道 因为 热水跑出去 冷热交换 冷热交换 当然是冷热交换 所有人都很冷热交换 为什么 盖盖子也有冷热交换 不盖盖子也有冷热交换 不盖盖子也有冷热交换 为什么不盖盖子不要容易降温 盖盖子不要容易降温 为什么 因为盖子比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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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你的答案 为什么不盖盖子 温度比较容易保持 不要容易跑掉 盖了盖子 温度比较容易保持 因为盖子 把温度挡住 盖子把温度挡住 你假如要传出去 你要先传到盖子上 OK OK 好 这是一种 那记忆有很大的原因是什么 是蒸发 你看喔 水蒸发的时候 它需要很多的热量 它带着很多的热量 所以当我把盖子盖起來 我水不容易跑出去 我水不容易跑 我水不容易跑 这时候它带着的热量很有限 可是我把盖子打开之后 那水很容易就 就挥发了 就跑掉 它每次挥发一点点 一点点水 它就会降低了螺族度 所以水盖起来 它不要容易保护 只要盖盖子就好 必须要锁紧 只要盖子才会保护 你可以试一下 像譬如说 你假设有暖水袋 或者像那种瓶子就好了 好像瓶子还不太准 因为瓶子表面都会接触到外面 它容易把瓶子带起来 可是呢 一本就像这样子 你可以做个实验 我 光口的比较像 因为我这是窄口 如果窄口的话 空气板就碰会出来 以后是光口的 你可以试一下 一个装的热水都放着 没有盖盖子 看过去会冷掉 另外一个是 盖了盖了 看过去会冷掉 你可以比较一下 它差一定在哪里 好 然后像我们 夏天有时候很热 为什么要地上沙水 因为要降温 它怎么能降温 是地板热温 然后沙水 然后水慢慢的蒸发 蒸发就会带走 热游上去 而且水蒸发 像是气化热 就算它是低温的气化 它也是气化热 它需要很大的热量 所以它把很多的热量给盖走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在夏天 天气好像要下雨 我们下雨的时候 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因为很温 为什么很温 因为因为把盖子盖起来了 盖子盖起来了 什么盖子盖起来 很温的原因是因为 空气的湿度很高 你的汗流不出来 你汗流不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温 因为你汗流不出来 你不会降温 譬如我现在很热 那你想 想身体要控制降温 你身体有什么处理 会流汗 对不对 那流汗流出来之后 汗为什么会让你降温 因为汗会蒸发 汗会蒸发 你就会觉得凉快 对不对 不是吗 我等一下在你那样杀水 我就会觉得冷冷 为什么 因为水蒸发了 我会觉得冷冷 那是现在 那如果夏天 你的汗流出来 你的汗在蒸发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凉快 可是在天气要下雨 或不下雨的时候 那时候湿度非常高 你身上的汗 会不会蒸发 身上的汗不会蒸发 因为空气中 已经水泄了 身上的汗不会蒸发 它不会蒸发 你就会觉得很温 很热 因为你身体又要热 你的汗没有蒸发 你的汗没有蒸发 你就不会降温 好 那还有一个情况 你们如果去爬山 会发现 下雪的时候 你还没有那么冷 可是如果雪融化 就觉得很冷 为什么 因为湿气的关系 不是 因为它释放 因为它把热能吸掉 因为它溶解的时候 你看冰块 冰块溶解成水的时候 它需要吸更多的热 它才能溶解 它吸更多的热 它从哪边吸热 从空气吸热 从空气吸热 从地板 从空气吸热 那你在那个环境下 空气的热被吸走了 你就觉得很冷 空气就越冷 所以 所以 下过大雨 你会觉得清爽 也是因为 它吸收大部分的热量 然后 下了雪 雪融解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冷 也是因为 雪吸收大部分的热量 好 好 好 所以 这是温度变化造成 下变化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反应 热量的改变 好 那有一天我们出去浇游 你需要在冰箱里面放 放冰块 通常会放冰块 可是假设现在有个东西 可以取代冰块 它可以让你温度可以维持更久 你需要的是比这个高一点 还是比这个低一点 高一点 为什么 比这个不容易降温 比较不容易回头热 比较不容易回头热 可是放冰块 冰块每回温一度热 一克的冰块回温一度热 可能只带走一烤的热量 但是呢 我如果放的是比热很高的 比热是1.2的 我就会带走1.2度热量 对不对 所以它可以带走的热量 所以我放比热比较高的热量 好 热量的部分 还有没有 你那个就像吃那个 小奇多 等那个 然后只要沾完起司粉 有没有把它抢干净 站起来一遍 你的手指啊 等下那个小朋友吃完奇多 你会点一下 这个应该把它做什么 可以 我知道这是奇多 我不会你点啊 那在关台有个反应 那在关台有个现象 比如说 比如说 你拿酒精插在你手上 会涼涼 会涼涼的 会涼涼的 会涼涼的意思表示什么 酒精会发酵 带走热量 再讲一遍 酒精会发酵的时候 带走热量 对 酒精挥发的过程当中 带走这边的热量 就会觉得涼涼的 那请问这是一个放热反应 还是吸热反应 吸热 那吸热是这样 所以 规发的过程是一种吸热反应 好 规发的过程是一种吸热反应 好 你们再去看一个事情 我帮你们注意到 打气 尤其是下次有机会 你们去打那个 我们现在在做空气泡 打空气泡泡 其实打完之后 你会发现那个空气 那个泡管热热的 为什么热热的 他在进行吸热反应 还是放热反应 放热 他在放热反应 好 所以把空气压缩的过程 是一种放热反应 像你从那边看到也可以 我们刚从气态 变成液态过程当中 是吸热是放热 是放热 好 你看 我这边吸热 会从液态变气态 对不对 所以从气态变气态 是什么 逆反应 放热 所以你觉得热热的 那我今天把酒精拿去点火 烧起来 热热 不能当中吸热 还是放热的 放热 为什么你觉得是放热的 因为它把它热热热 所以你会觉得热热的 有 那你热热的 酒精啊 想象中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个东西 是吸热反应 或是放热反应 基本上你可以看它热 所以一直烧酒精 它就变冰冰的 酒精就变冰冰的 酒精 燈本都会变冰冰的 你去试下还是这样 因为它酒精还不够 瓦斯冠也有 瓦斯冠也有 瓦斯冠也有变 瓦斯冠会变冰冰 因为瓦斯在气化 气化的过程当中是 气热 所以瓦斯冠冰冰的 但是气化出来的瓦斯冠要去燃烧 所以燃烧的上面是放热 所以上面会热热的 你在家里如果用瓦斯冠 在点热腿器的时候 你可以洗完反应摸摸摸看 瓦斯冠 不行啦 为什么不行 很危险 瓦斯冠欸 它爆炸 我真的很喜欢瓦斯冠 你没有用炉头煮过东西吗 没有 那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我都煮的时候不安全 那为什么瓦斯冠反应是凝结 瓦斯冠不是 瓦斯冠是 瓦斯冠是 瓦斯冠是液态的 瓦斯是吸热 你看嘛 瓦斯本来是液态啊 瓦斯本来是液态啊 它是放成气态 它要从那管子跑出来 是气化 是从液态变气态 是不是 所以它是吸热啊 吸热又冰冰了嘛 吸热会变冰 我现在把酒精插在手上 你会觉得冰冰的 为什么 因为它在吸热嘛 它从液态变气态 对啊 液态变气态不能吸热 它从外面吸收热量 所以当这个瓦斯冠 从里面的液态变气态出来的时候 这瓦斯冠 里面的瓦斯 液态瓦斯在吸热反应 所以它不断地从外面吸收热量 所以你的瓦斯冠本来会变冰冰的 吸收量出去之后 这个瓦斯在燃烧 燃烧是一种放热反应 所以你从外面会觉得热热的 哦 所以瓦斯冠 你看它烧完瓦斯冠旁边 甚至严重一点 会有一层霜 会有一层霜 会有一层霜的感觉 我玩瓦斯箱也是 也是 对 瓦斯箱也是 我们的瓦斯去爬山 然后我们在下来的时候 遇到有一个同学 背地风遮到瓦斯 那肿起来 那肿起来 教练要紧急降污 帮他做病敷 他怎么做的呢 噴瓦斯 他用瓦斯先对着他毛巾 就大量把气喷出来 喷着毛巾整就结冰了 哦 那就可以当冰枕去帮他 这样的位置 好爽啊 所以说 会有味道 那没关系 因为 事实上 瓦斯本身来讲 事实上没有毒素 瓦斯本身没有毒素 瓦斯吸气会死 瓦斯 事实上毒素很低 瓦斯的毒素算低了 真的有毒的是燃烧 不完全的一氧化碳 才是有大量的毒素 哦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 尽情就是吸瓦斯 也不是这样的强 因为瓦斯 因为瓦斯 事实上没有什么毒素 所以他也不会有感觉 所以 但是瓦斯危险 你在那一空间 瓦斯太多了 他都会爆炸 所以瓦斯会 添加一些臭味 添加一些臭味 所以他让瓦斯里面有臭味 是让你听以后 我现在就房间 因为瓦斯很多了 你要小心 好 等一下 有个火炸就爆炸 对 如果瓦斯太多 就有可能爆炸 好 OK 瓦斯 好 在十四页的第21题 十四页的第21题 第21题 为什么羽绒睡袋 跟化学线纹的睡袋 一个怕潮湿 一个不怕潮湿 为什么 呃 因为羽绒会吸化学 不会吸 诶 两个这边没来 为什么 他怎么这样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羽绒会吸水 因为 就是 羽绒会吸水 化学线纹不会吸水 是这样吗 可能它里面的口罩不同 吸水 是因为这样子吗 羽绒需要喝水 是因为吸水的关系吗 吸水 刚刚轩宇讲吸水的概念 因为羽绒的睡袋会吸水 羽绒会吸水 所以它不能保温 所以它不能保温 是这样子吗 它是潮湿吧 对 潮湿 潮湿会怎么样 这可能就给你丢一块 那个 海绵到水里面 然后丢一块铁 就捐一块铁 那都差不多 就是 解拿出来的时候 你里面还是不会吸水 可是还没水 水会吸水 所以 化学线纹到底会不会吸水 不会 你到底不会吧 不会吸水 是因为这样子吗 因为它动作比较少 所以水就不会进去 没 化学线纹也是动作啊 潮湿 为什么 羽绒的睡袋不能碰水 怕潮湿 为什么 那天飞鱼都是解释 你都没有让人来听 你们登山哥在干什么 因為水會吸熱 水會吸熱嗎 那一樣啊 我化油纖維的為什麼 潮濕它不會吸熱 因為化油纖維會吸熱 為什麼 所以不溫鬆會怎麼樣 就不會熱 那為什麼是潮濕 不要 對 其實趙東講對的一半 另外一半錯的話 講對那一半就是說 羽絨的東西呢 它碰到水之後它會扁掉 它會不膨鬆 羽毛就扁了 裡面就不能包住空氣 裡面就沒有空氣 你去試試看 羽絨的衣服 如果它羽絨一直掉 有一邊缺羽絨 我曾經有穿衣服這樣子 每次洗它 它舊的衣服 它會從羽絨從裡面跑出來 所以穿了一段時間之後 這邊幾塊缺羽絨 所以每次穿出去 都是這塊特別冷 就覺得冷冷 這塊特別冷 你可以在穿啊 你這裡面在填羽絨 羽絨在填羽絨 羽絨的衣服 你也可以把它掛進去 你可以把羽絨塞進去 你就拿個枕筒一下 插進去 給把羽絨塞進去 好 沒人做這種事情 所以羽絨濕掉之後 潮濕掉之後 羽絨就扁掉了 羽絨扁掉之後 羽絨扁掉之後 羽絨睡袋就沒有空氣 就是剛剛那個 那個照片講 它就扁掉了 扁掉之後它中間沒有空氣 好 這問題來了 你穿著睡袋 你幹著睡袋 你會覺得舒服暖和 是羽絨的關係 還是空氣的關係 一件事為你 是空氣齁 好了 那為什麼空氣會讓你覺得熱 好 重點來了 我剛剛講 他第二講錯的地方是 因為 有空氣 有那一層空氣 所以它會讓你熱 它會發熱 是這樣嗎 應該是保溫吧 好 這個從哪邊來 是地人體 這是從身體 羽絨本身不會發熱 所以它只是擋空氣 它只是有空氣層 它只是提供你一個空氣層 讓你保溫 所以熱是來自於身體本身 我們身體本身就可以發出很多的熱量 但是你蓋棉被 都是因為要有一層空氣 來保持你的溫度 所以睡地板是沒有問題的意思嗎 什麼 睡地板的話就是冷的意思 對 因為你跟地板上面有空氣 所以你為什麼要加睡墊 因為睡墊中間有空氣 但是睡墊中間都是空氣 輕輕的嘛 所以它中間是空氣 好了 那另外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化學纖維的睡袋 就算潮濕的 你會覺得可以蓋還是可以保溫 為什麼 因為它是化學做的 所以怎麼樣 所以 就是它經過加工 然後被人家就 變得可以保溫 好 東西你剛剛說 因為它用水不會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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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在這裡 化學纖維的東西它編織完之後 或者它放在裡面之後 它裡面就算有吸到的水 它不會怎麼扁掉 它不會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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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會扁掉到中間是還有空氣層 它就可以還可以保溫的效果 當然效果會變差 因為你有水在裡面對不對 你乾在裡面 那你煞浪 那一瞬間你會覺得很冷 那直到什麼時候 直到你空氣 你的身體的熱 可以把那些水 變得跟你溫度一樣的時候 你還是會覺得舒服 在那之前你會覺得很冷 因為水會一直吸收你的熱量 大量的水吸收你的很多熱量 但是等到你溫度夠了之後 那個睡袋還是可以蓋的 它還是可以保暖的 所以你如果帶羽絨睡袋去山上 你要記得防水要做得很好 或者濕氣的部分要做得很好 那羽絨睡袋拿回家 所以第一件事要怎麼去處理它 因為你蓋的過程當中 羽絨會吸你的汗 就是先把它塞在陰架裡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把它收起來 但是千萬不要把它壓縮成那種功效 對對 減少壓縮 最少把它攤開亮 也減少用衣架 因為你用衣架撐起來的話 它吃上有一塊會變形 所以最好是攤起來 攤開的方式亮乾 攤開的方式亮乾 過了一個禮拜才亮的 最好不要這樣 你在試試的時候 壓著久而久之 它那個羽絨會變形 羽絨變形它就撐不開了 它那個空間就出不來 所以我們要保持一個東西的溫度 我不知道你們看過沒有 假設外面那個超市有時候都有在賣 像我們夏天喝啤酒 我們叫它一直是冷的 那現在就有人很聰明 因為你喝啤酒不會一次喝光 所以就 那你要保持啤酒的溫度 那會怎麼做 不會到冰箱裡面去 你不會 一瓶啤酒大概十分鐘喝完 可是夏天很熱的時候 如果十分鐘 加冰塊 加冰塊 啤酒的味道會稀釋掉 這一個簡單做法 現在有人做一種叫做 啤酒的啤酒罐的衣服 要把它套起來 那個就是一個軟墊 它是叫成碎墊那種材質 它把它做成一個小杯的狀 它就是把一開罐的啤酒杯套進去 它因為它是保溫的 為什麼不可以保溫 你要買的嗎 我家有 是送的 但是我現在不要丟 我現在找一下 我現在找到那些 它就套進去之後 它就像是衣服 那甚至像你們有看到 有些瓶子 買那個水服啊 它有送一個套子 那個套子也是有透露的 是軟軟的 是保溫材質 它那種就是你冬天的時候 如果你用你的杯子 你可以把它套起來 可以維持你的溫度 久一點可以保溫 那如果夏天的話 你可以把它解開 那如果說你是裝冰水在裡面想 就是夏天把油的裝一些冰的飲料 一樣可以把它套起來 它就可以保溫 所以我們最好的保溫層是什麼 目前你知道嗎 隔絕空氣就好了 空氣是一個 空氣的漆子 也是一個很好的保溫層 那更好的就是真空 像我們燈燒鍋 你就看到 真空絕熱的燈燒鍋 是它怎麼做的 保溫層 兩層 中間那一層是那個 外面那一層是那個 深空 它通常是 對 正常的杯子 算你露出就直接出來 所以呢 它做成這樣 然後你裝水進去 我蓋子蓋起來 這裡面是真空 沒有空氣 所以它露出可以持續久一點 我前陣子有帶一個 藍色的那個 鋁的保溫層 有沒有看到 藍色的保溫層 我裝咖啡的那個 藍色的 那裡面有真空的 它就是真空鑽熱 它可以把熱水維持久 我試過 裝熱水進去 大概晚上還是燙 裝熱水 早上裝熱咖啡 到晚上 裡面的咖啡還是燙 所以這真空效果就很好 它可以隔熱 好 那為什麼它可以隔熱 因為它可以隔熱 我們講溫層的傳遞是怎麼傳遞的 靠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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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指 戒指 靠戒指怎麼傳遞 沒有 靠戒指怎麼傳遞 怎麼傳遞 為什麼熱會 靠這個戒指 我這邊有根鐵 剛剛那個 高空講的 假設 我現在不要講 這是木頭 但是假設是一個鐵 我這樣點火 一段時間你很覺得 這邊很燙 為什麼 它會傳熱 因為它傳過去 它為什麼會傳過去 因為它互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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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這樣傳 它又會一直塞進去 冷了就散過來 先記得我們講過一件事情 溫度的高低 事實上是震動的快嗎 從震動快 好 那阿卜來借我一下 阿卜 再借不到你了 讓我再借 這手比較乾淨 我們牽著一邊 然後那個 浩先生來 你牽著 你牽著 你牽著另外一邊 那個手有幾多粉 可以這樣來吃 好 我們現在是 我們現在是姐 你們誰是女生 為什麼要隔一場紙 這很奇怪 好啊 我是女生 好 其實是 然後 這邊加熱 加熱之後 它振動很快 振動很快 我就慢慢傳遞過去 我就把溫度傳遞過去 所以這邊振動也有更快 記不記得 我在講波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現象 你的聲音傳遞的 聲音傳遞的 就傳遞過去了 對不對 我是一個波進來 我就傳遞過去了 對 你手壓都僵硬嗎 所以我 當我就是 壓的時候 我就是震動非常快 然後我就全身開 震動非常快 欸 欸 你這個 它是震幅大 不是 不是震動快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給停滅快 它就是震幅大 好嗎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震動快 你這樣的犯規 OK 好 所以是讓 我們說靠戒指傳遞 這件事情 是一個簡單的說法 但是靠戒指傳遞 你要知道它怎麼樣傳遞 它就是像波一樣 是靠震動 離子之間 離子之間的震動 所以說 假設我這塊鐵 放在肚子當中 你手靠到這邊 這個有溫度 你為什麼覺得溫度 因為它震動做到你了 它震動動到我了 它震動動到我 這麼厲害 對啊 事實上第一個問題是 它的震動 撞到空氣 空氣 空氣 撞到我的手下 這是第一個傳遞方式 這純粹靠戒指的 但是這東西 我在上的時候 可以從這邊看到模糊的畫 因為上面的空氣被震動 對嘛 而且震動得很快 第二個傳遞方式 它是靠輻射的 就像太陽 到地球 中間有空氣可以震動出來 這個震動的速度很慢 如果是靠太陽的光 這個熱傳到地球上 是靠震動慢慢這樣傳 你看震動多久才震到地球上來 8分 那不是靠震動的 8分就是靠輻射 輻射就光這樣 啪啪 就直接照過去 而且輻射的傳遞是 每秒鐘 30萬公里的速度在傳 好 它比那個震動 你看 我這邊加熱 我可能要等10分鐘 我那邊熟才會覺得燙 對不對 震動的傳遞是非常慢 而且它震動的過程 它也同時對空氣震動 所以熱傳到這邊 它可能傳不過來 這整個屋子就跑掉了 整個屋子就跑掉了 就跑到空氣裡面去 所以屋子根本傳不過來 但是熱呢 你會感到熱的 它有原因是因為 它直接靠輻射熱的傳到我們身上來 好 所以這兩個是需要傳遞方式 那在液體或氣體裡面 各傳遞方式 它有用法 這樣做什麼 做做什麼 聽過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沒聽過 我什麼都沒聽過 我是蒸蛋 好 剛剛這是一鍋水 我中間加熱 真假 好 那這鍋水呢 我濕了 哪邊會看熱 左邊 哪邊看熱 左邊 響當男兒子 中間看熱 屁啦 這樣溫度太變高了 溫度變高 這讓人說的關係 這邊的體積變大 體積變大 密度變什麼 蜜蜜蜜變小 蜜蜜蜜蜜蜜蜜蜜 Меня的地方浮起來 這水就浮起來了呢 你去看到那個 如果說你在 燒水的時候 你來丟幾個那個茶葉柴柴進去 你會發現 假如茶葉柴柴一開始浮在底下 它一開始加熱它中間浮起來 周邊水就浮起來了 它這邊水浮起來 哪邊的水是冷的 周圍的水都是冷的 這周圍的水就會下沉 去補進來 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他一直轉 一開始旋轉 就轉過去 補進來 因為他上映之後 有一部分就揮發了 然後就沸騰 揮發之後他就降溫了對不對 降溫了之後又從他補進來 就是一直在流動 這叫做熱對流 熱對流 所以這種傳遞熱的方式 他靠對流的方式 他很快的把熱均勻的 分布到所有的地方去 叫熱對流 像熱對流的情形非常嚴重 而且是我們都受這個影響 像我們現在的階級這麼能 也就是熱對流 西伯利亞的冷空氣 向南方移動 我們會覺得很能 一將遵水向風流 然後吃到的熱空氣 所以如果視力很強大的熱 他向北方一擠 我們就覺得很舒服 所以他現在是熱對 整個大氣的對流 影響到我們的風氣 曾經有一天 去年吧 還前年忘記了 去年沒有暈 有一天呢 紐約今天的溫度20度 就隔一天隔一晚上 負的20度 瞬間大家 因為紐約床沒那麼冷過 瞬間大家嚇一跳 怎麼會變那麼冷 跟他上班 沒有死光光 沒有死光光 因為他們都會暖氣還好 怎麼會 老人家會死掉 老人家都會死掉 對很多老人家會死在路邊 尤其是那個 可能譬如我今天是 有些是 那個叫什麼 流浪漢 他們在街友 他們可能住在街邊 他們可能抱著出一步 遮斜 現在20度還好 就睡到半夜 負10度 突然就收拾了 早上就負20度 就冰棒 就變冰棒了 對啊 就死了 所以就是熱隊流動形式 就是熱隊流動形式 來做一個熱評論 熱傳遞 那 所以熱的傳遞有三種 第一個是傳遞 直接傳導 就是靠接觸傳導 就是剛剛趙聰講的介質 第二個是靠熱的輻射 就是光線 X光 或是各種不同的輻射形式 他就是一種 以每秒30萬公里的速度 傳遞的一個熱輻射 第三種就是熱隊流 好 這樣流動 好 這樣流動 那你知道嗎 水加熱其實還有一個事情很好玩 剛剛有同學講沸騰 沸怎麼行 沸騰啦 蛤 沸騰 沸騰 水沸騰為什麼水沸騰 什麼叫做沸騰 什麼叫做沸騰 沸騰 噗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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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都沸騰 沸騰 聽說這次登山有那個笑話 你突然說 去燒開水 火一加 好了 火就關掉 因為他說 有溫度了 或是燒有溫度了 誰啊 然後 後來那個老師 阿羅就跟他說 開水是要看到噗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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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叫開水 不是點火燒起來 有溫度就是開水 不是這個意思 要看到噗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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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因為那個同學沒有燒過水 因為他們家用那個 就是 進嘴器 他也沒幫過燒開水 市集會怎麼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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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猜了 不要再猜了 你就是說我猜準了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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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錯了 你猜錯了 不要 真的是錯了 你真的是錯了 不用告訴你誰啊 欸 那位同學 我曾經問過你的朋友說 你有沒有看過我打電動 我有 在學打電動用 我說那你可不可以當正人告他 我告訴他你當正人 不可以 不可以 我不可以充滿你 你現在強迫同學出賣朋友 那是算對嗎 好 檢討一下 所以你看看 不是道中 你看 你又在亂猜了 我也不能告訴你是誰啊 我說的是燒水 你剛剛都是道中嗎 不是道中 不是 好 那個水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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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騰 請問他水為什麼會沸騰 水為什麼會沸騰 因為一百度喔 一百度為什麼會沸騰 他準備要蒸發 你看看他就會一直往上跑 然後就蒸發 然後這個水的溫度都是 一百度左右 你就到這邊來看 是不是每個水分子都主要變成氣體了 對 好 那在這邊 欸 那個同學 實在是 我以為他還在聽 你到底有沒有在聽 我在想到哪裡 我在想到哪裡 欸 熊羽 你是不知道粉皮幹還用的 蛤 你知道粉皮幹什麼用的 粉皮幹什麼 我知道 對呀 我知道了 但因為他頭蓋起來 他那個影響力不夠 你要收到一百度的時候 水到一百度的時候 他就準備要沸騰了 所以這整鍋的水 如果到一百度的時候 他就準備要氣化 準備要氣化 準備要氣化什麼意思 他是從水 瞬間變成氣體 你知道嗎 18克的水可以變多大氣體 嗯 18克的水可以變多大氣體 一百元 變成22.4公升的氣體 18克這麼一點點水 突然間變成氣體的時候 變那麼大 那很小 那當然變化很大 變化非常大 他可以變化成20 事實上他24公升 25公升的 因為我為什麼會被那個打倒 好了 也就是一小顆的水 可以有一顆水 可以變成這麼大一個 一顆水 變成一個這麼大的空間 就這樣都沸騰了 所以你看我這邊有一滴水 他已經一百度C了 他又可能變成氣體 這時候的火呢 剛好給他 所以這一滴水 突然砰 變成一個大氣泡 哎呦 他就不要上來 他不是變成大氣泡 大氣體 像是變成一堆氣體 然後被水包著 所以看起來像氣泡 對啊 所以這裡面都是水氣 這一顆氣泡裡面都是水氣 對 這顆水氣到上面就爆掉了 對 在裡面空間跑 就是裡面水就跑到空間 對 所以這邊然後就下一個 就變成一個氣泡出來 所以你看到咕嚕咕嚕嚕 一直冒泡泡 像是每個水 瞬間膨脹 每個水 瞬間膨脹 每個水 瞬間膨脹 瞬間膨脹 它變成氣泡 對 好了 問題問你 我有沒有辦法不讓它水被淡 沒有 很小火 通冰塊 有啊 你拿真空的壓力膜 壓力膜是一個解決方法 還有一個方法 還有一個方法 我找一個非常乾淨的 非常好的 裡面沒有瑕疵的鍋子 它水就不會被淡 為什麼 你們都沒有辦法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就問了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它會在那邊沸騰 是因為這邊 像鍋子不是很關鍵的 鍋子這邊有瑕疵 會有個小固點 會有氣泡 很微小 很微小小固點 這小固點會長熱的集中 所以通常呢 你去仔細看 鍋子開始燒的時候 大概燒到四十度斜的時候 鍋子底下 開始會有個小點 你看 開始冒小氣泡 四十分鐘會太久 我都四十度C 那四十度C 五十度C 鍋子裡面會有特定的幾個點 會開始冒小氣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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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被整個大氣泡也從那點 冒不斷 把它磨掉 你知道沒辦法 摸得很乾淨 沒有辦法摸得很乾淨 所以當你把這個 鍋子裡面都非常乾淨 這是理想鍋子 一個理想鍋子裡面都非常乾淨 沒有任何一個凸點之後 這鍋子不會被淡 這鍋子誰要買 這真的真的 不是 但他可能其實可以擺住 可是不會 他只會被淡 他不會被淡 不會被淡 不會被淡 有個缺點 不知道他到底缺點怎麼樣 就不會知道 他那個時候不會 弄到鍋子的全部上 對對對 所以說要加到很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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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被淡 對 然後所以說 有一個實驗 那是一個比較危險的實驗 但是如果你們有 防護措施做得好 我覺得錯 叫做突肺 聽過突肺沒有 聽過什麼 突肺 突肺 我知道可以肺 對 但跟可以肺不一樣 突肺 突肺什麼 突肺肯 發現 撒馬克杯 拿去 拿去微波爐加熱 你會爆炸 微波爐加熱呢 他瞬間對所有的水 水分子加熱 所以這個水呢 會被加熱到超過100度C 但是因為他們的地方 沒有任何一個點特別 像這樣有特別一個點 熱集中 這個熱集中叫做熱不平衡 熱不平衡的情況 他有個地方開始被淡 當那被淡一出現的時候 熱就會被 那個熱的入度就被打亂掉 他就不會 一上升 入度就不會上升 可是馬克杯 馬克杯同時間 微波爐對每個水分子加熱 所以每個水分子溫度中 超過100度C的時候 他還沒有被淡 這時候你把那馬克杯 不要很大力 所以要去搖晃 一搖晃晃就開始被淡 就出被淡 所以把那馬克杯移出來 有些人就是 我要吃東西 然後就湯子一放 湯子一放的時候 排著 湯子的五次低溫 你跟水溫的溫度差出現了 這時候水就出來 被淡 而且是一起被淡 水會爆出來 會爆出來 會爆出來 要出費 所以 有些人 他拿微波爐一加熱 不想把加熱太子拿出來 要喝 要把他拿來當 裡面咖啡 或牛奶要喝 湯子一放爆開 然後臉就燒它 噢 好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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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超過100度的水 所以馬克杯是2度 我們可以做實驗 但是就是要小心 那麼加熱不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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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就是你當他可能 沒有操作過 反正喝熱一點 要10分鐘就跑掉了 10分鐘拿出來 這把非常快 啥事啊 10分鐘太久了 有些人 也是一樣 他煮雞蛋 他呢 因為雞蛋 他就是笨蛋 他喜歡吃蛋包湯 蛋包湯吃過吧 沒吃過 沒吃過 他就是水啊 刻個雞蛋進去 那個蛋白質凝固了 蛋黃 蛋黃在裡面 蛋黃的入住就一直加熱 因為蛋白質對蛋黃來講的話 蛋白質對蛋黃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 比較完整的介質 所以這蛋黃呢 一直被加熱 一直被加熱 但是它沒辦法沸騰 所以有些人就煮完這個 煮完這個 這個蛋之後呢 或者是他可能前一天的 大包湯 把你拿進去 泥濃度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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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 等下車子 他喜歡喝那個蛋汁 因為他喜歡喝蛋汁 他就去搓 爆開 然後這也是20倍的一種 然後那個蛋黃就怎麼爆開 爆開就噴到 就噴到臉 噴到眼睛 好 所以 你們下次再做這個事情 用微波爐 煮東西的時候 要特別想 因為微波爐 只能把東西 你的食品會弄到100度以下 好 100度以下就可能會叫你 OK 欸 下個了嗎 我真的下個了 真的假的 因為你的腦中你再把腦掉的時候你就不行了